买玩具了,买玩具了 迪迦奥特曼拿着一个篮子 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货卖机掉出来了一个黄色的奇趣蛋 这里面会有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出现了,是一个小人偶 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正好可以戴在迪迦奥特曼的脖子上 这里还有两个奥特胶囊 原来是奥特之王和贝利奥特曼的奥特胶囊 太好了,买到了这么多的玩具 迪迦奥特曼开开心心地离开了 诶,从天上飞下来了一个红色的披风 这是谁呢? 原来是贝利奥特曼 奇怪,贝利奥特曼怎么变小了? 原来贝利奥特曼可以变大和变小 他也要来买玩具了 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奇趣蛋 这里面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 出现了一只怪兽的小吊坠 这只怪兽看上去有点可怕 这是哪一个怪兽呢? 贝利奥特曼把他戴在了脖子上 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这里还有两个怪兽胶囊 这两只怪兽看上去好强大呀 右边的这一个怪兽还有只眼睛呢 贝利奥特曼忘了带篮子 他用他的披风装着怪兽胶囊 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诶,这不是贝利奥特曼吗? 是迪迪奥特曼啊 你身上有好多的玩具啊 正好我也买了非常好玩的玩具 这是我的变身吊坠 哇,贝利奥变成了巨大的贝利奥 看我的 我也有变身的道具 狄焦特曼利用变身吊坠 变成了巨大的狄焦特曼 看来他们都不相上下 费利亚说我还有更厉害的 看我的 胶囊变身 法不遗亡 卓格 费利亚利用两个怪兽胶囊 融合变成了奇美拉贝洛斯 这只怪兽好强大呀 一下子就把狄焦特曼撞倒了 狄焦特曼说 看我的 我也有变身胶囊 费利亚 奥特之王 召唤王子之剑 狄焦特曼用胶囊召唤出了王子之剑 ウルトラマン紫之 work 我王の名のもとに 皇家形态一拳就把怪兽打倒了 可是怪兽又站了起来 他准备对奥特曼发动必杀技 这时候皇家形态拿出了奥特六兄弟的奥特胶囊 抵挡住了怪兽的攻击 皇家形态又来发动他的必杀技了 七美拉贝洛斯被皇家终结的光线打飞了 被打败的怪兽变成了一件披风 还有一个迷你的小贝利亚 太强大了 贝利亚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形态 赶紧逃走了 最后皇家形态打败了贝利亚融合兽